在马来西亚永平南芳花园的水灾重灾区 政府组织和来自各地的团体一起为灾民进行大清扫 当中也有许多斯文企业人员捐赠物资和自费前来清洗 同时调动大型卡车和推土机 清理堆积如山的垃圾 好让灾民可以更快地恢复原有的生活 一张张被大水浸泡的床路 需要好几位志工才能搬动 为什么你们想要回馈社会 我们提倡的就是提供爱 给一关社会关怀 和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 让我们的这些组员们能够知道说 其实我们要举止社会 雇出社会的一个精神 因为如果我自财民 如果有人来帮我 我也会很高兴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都有 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 可以做到的话 就让大家一起来帮忙 因为人多力量大 清理灾区需要很多人力 所以有能力我就帮忙回馈 我们就是了解看看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就拍一些物资 一些拖把 一些需要用到的工具 还有那个电器 那个extension socket 就是给他们用一些电的 我们就是尽量在抽时间 能够帮多少就帮哦 也有垃圾处理的业者 安排重心卡车 从新山来到永平 迅速地把一座又一座的垃圾清理干净 这个是我公司的那边的罗里啦 我们公司其中一项业务就是那个垃圾处理 为什么你的公司会愿意让出这个食软车 后来这边这么远 其实我的老板他也是很热心的 通常也会做一些善事 刚好有这个姻缘啦 我一知道有需要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他说了 然后所以他也会就是很尽力地帮忙 就是可以出钱出力这样子啦 私人企业不计回报的投入付出 让污秽不堪的家园 很快就恢复原本的面貌 也让詹宁感受到满满的祝福 大爱新闻 曾上美志工 马来西亚巴州巴霞永平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大爱新闻